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菩提达漠残产的佛门境地 就是被今天的人们称之为 中国禅学之祖 武学之罪的少林寺 少林寺 位于中国河南省登峰市西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拉尔比》 少林寺塔林 是中国现存规模最为宏大的佛塔建筑群 总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 供奉着少林寺历代高僧的古塔二百三十余座 这里不仅是祭奠高僧的圣所 更是少林寺历代佛塔遗迹的集结地 然而 中国佛教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位高僧 却不在塔林之中 这位高僧正是菩提达摩 他开创了中国最早的禅宗法门 出祖安是为了纪念达摩而修建的 这里被后人奉为中国禅宗最早的发源地 禅宗是一门佛教修行的宗法 始于印度 却在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 派生出天台宗 华岩宗与禅宗三大本土宗派 三大宗派中 由于禅宗最为独特 世人因悟性而与禅礼结缘 法不言喻 只有达到信心相应的境界 才能参悟出明明禅机 相传 达摩来到东土传房 途经长江时 面对滔滔的江水 却无传可渡 于是达摩渠江岸芦苇一枝 自渡过江 巧的是 这只芦苇上有五片叶子 正好暗合了后世禅宗兴起的五支派别 灵际 围养 曹洞 云门 法岩 多光 中文字幕作词 诚 不答案 感谢观看 会对世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舞台上 拉尔比本人及十七位年龄跨度 从十二岁到二十六岁的少林寺武僧 行云流水般地实践着肉体与心灵的张弛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说达摩缘起后留下一个铁箱 地子打开 发现内存洗水晶 易晶晶各一部 传说达摩在面壁九年修行时 为活晶剑体所创 太平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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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值得 这所想要是 感谢观看 传说元朝治政年间 少林寺来了一位游方僧人 被安排在厨房劳作 他平日少言寡语 闲暇则闭目大作 不与旁人交往 公元1351年 郢州爆发了反抗朝廷 科卷杂粹的红金军起义 其中一只杀到少林寺 大肆劫掠 这位烧火僧人 持贡而出 身形重然间暴涨 顺势杖 下退了抢劫者 这位神秘的僧人 随之也消失不见 这个故事在明朝正德年间 被少林主持文载禅师刻碑记录 禅师认定这个烧火的僧人 勇为少林寺护法 这尊护法神的名字是 纳罗延迟金刚 少林功夫始于何时何人 如今已经很难考证 但少林功夫在中国历朝历代 都创造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 随朝末年 少林武僧谭宗 智操 惠汤等十三人 武艺超群 他们应秦王李世民邀请 参加讨伐王世冲的战役 并最终打败了王世冲 取得胜利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 重赏少林寺僧 此少林寺大量装填银两 扩建少林寺 准许少林寺成立僧兵队伍 明嘉靖年间 日本倭寇侵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 以对少林僧兵奉命御窝抗敌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座古寺千百年来传承的少林精神 今天少林功夫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他们因功夫结识少林 又因少林与佛结缘 少林功夫帮助他们获得心灵的觉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